今世十五有成 大家好 我是郭子乾 大家好 我是吳宜佩 很开心一年一度的金诗奖颁奖典礼又来到了 其实不知不觉金诗奖已经到了第十五届 对 郭哥 其实我们每一年的金诗奖都办得非常的风光盛大 而且一年比一年更加盛大 而且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嘉宾丽莹现场 我们赶快来介绍 第一位是我们文化部局长张崇仁 张局长 第二位介绍是文化部影视局的副局长许淑萍 许副局长 我们金诗奖每年都办得这么风光盛大 当然要感谢我们文化部的两位长官之外 其实今天我们要感谢在台下有很多劳苦功高的评审们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请我们正在台下 我们所有的评审委员们 起立接受大家要欢呼好吗 我们要谢谢的是我们评审主席黄造松黄主席 评审委员刘立行 评审委员林维国 评审委员陈亚玲 以及评审委员潘主义 谢谢我们的评审委员 谢谢 李佩你知道吗 这个金诗奖从民国八十六年正式设置 今年已经是第十五次的举办颁奖典礼 是的 我们金诗奖就是要颁给优秀的有限系统业者 所以今天现场也来了蛮多蛮多的 有限系统业者的长官贵宾 首先来欢迎的是台湾数位光讯董事长 简森元简董事长 欢迎 董事长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 凯博集团频道际广告业务部副总经理 彭夏强 彭副总经理 欢迎 欢迎 紧接着介绍的是我们台湾宽品法务长 林志峰 林法务长 欢迎 欢迎 再来介绍是我们台湾集团 版权频道处的经理 黄桂汉 黄经理 欢迎 以及来介绍的是我们中家集团的代表 徐雪凌副总经理 欢迎 欢迎 紧接着要欢迎的是我们自律协会的秘书长 陈清禾 陈秘书长 欢迎 好的 姑哥刚刚你提到了 我们金氏奖今年已经是到第15年了 从一开始的草创到后来的企业化经营到最近的数位化经营 评审委员一一的来评定最后的这个得奖的结果 我们今天金氏奖的颁奖典礼预祝每位入围者都能够十拿九吻 每个人都抱一座金氏奖回家 乌告风光 上台领奖风风光光 有备无患 一定要准备好得奖感言 成双成盾 一个不嫌多 两个也不错 我刚刚这个长头诗大家听懂了吗 词无有诚 哎呀 掌声鼓励一下 诶 郭哥 长头诗你真的是蛮会扯的 不不不 不是我会扯 接下来介绍这一团不叫会扯 是 那我们一起来欣赏武林剧团的表演 为我们带来的是金氏十五有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武林剧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武林剧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上台致辞说几句话 掌声欢迎 各位系统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评审主任委员黄兆松黄教授 以及协助这一个奖项设立的四星大学陈副校长 今年是第十五届 我相信这一个中家集团的基隆很快就庆祝他二十周年 因为他是第一个拿到有线电视系统执照 所以有线电视从开播到现在 二十年的发展着然有成 有线电视的发展 今天我们一直在谈新媒体 其实二十年前有线电视就是新媒体 所以我们今天办理这个奖项 当初的出发点是从有线电视系统设立 今天我们的重心是要放在 我们整个有线电视系统所提供的内容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保持一定的水准 今天我代表文化部红部长 祝福各位身体健康系统宏图大展 谢谢各位 我们再次谢谢我们文化部影音局的局长 张仇仁张局长为我们的致辞 人家常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除了要感谢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还要感谢我们跑地方新闻的从业人员 每天不眠不休 辛辛苦苦的为我们跑地方新闻 才能让我们知道这么多的地方新闻 是的没有错 所以紧接着我们第一个 马上要来颁发的奖项呢 就是最佳地方新闻节目奖 这么重要的奖项 我们一定要邀请到的是 重量级的颁奖人物 我们有请的就是我们的胡婉玲博士 来帮我们颁奖 欢迎 胡婉玲博士现任民视新闻部的经理 同时也是民视新闻台 台湾演艺及新闻观测站的主持人 局长 主持人 各位入围的嘉宾 大家好 我是胡婉玲 很高兴15年前我也在这里领过金氏奖 所以每年一度的金氏奖 我都有重返娘家的感觉 感觉真的很好 人家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成就一个好的新闻节目 需要制作人执行制作 导播助理主持人主播等等 现在有线系统的制作环境是一个培育人才的地方 是不是 所以我真的看到各位的能干地方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一次的新闻节目 有哪些好的节目和人才入围 最佳地方新闻节目奖 入围的有 大兴电地方新闻 大兴电民主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吉隆新闻 吉隆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港都新闻 港都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中台湾生活网 中投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大苗栗客宇新闻 吉原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得奖的是 吉隆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吉隆新闻 恭喜 吉隆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持续追踪公路通车议题 结合民众抗争原因等探讨 访问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意见 系统化的深入报道 充分表现专业功力 再次恭喜我们的吉隆新闻 很难想象 连续两年拿到最佳新闻奖 这边要先谢谢各位评审的一个支持 让吉隆新闻有机会 再度拿到最佳地方新闻奖 最后我也要感谢我们所有 吉隆有限电视 包括联资中心 还有我们新闻部的所有的同仁 因为有你们大家的一个努力 才有今天的一个成果 那也谢谢吉隆市民 在这十几年来的一个支持 我要跟吉隆市民讲 我们不是最后一名 我们是第一名 谢谢 谢谢 再次谢谢 恭喜吉隆新闻 好的 再次请到我们胡婉玲博士 为我们继续颁发下一个奖项 最佳采访奖 采访奖 其实我们在场很多人都有采访经验 一个采访的袋子成品两分钟 常常是萃取出 可能差不多两小时左右的拍摄袋 所以做采访的工作 一定要很大的热忱 否则那种心力的付出 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在这里向第一线的同仁致敬 同时我们也来看看 我们也来看看 是哪些作品 和哪些一线同仁入围 最佳采访奖 入围的有 张文琪 陈正平 肖师 重生 大兴电民主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黄佩山 肖建伟 社区有情人 爱在盐水溪系列报导 新永安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杜怀胜 城市记录部 永佳乐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李佳琪 打狗周济 庆联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卢应璇 吕清漢 台湾首益智 全联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得奖人 杜怀胜 作品 城市纪录部 永佳乐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恭喜杜怀胜 城市纪录部 从人性面去探讨如何节省医疗资源 避免让临终的病人 在最后一里路走得既辛苦又没有尊严 发人深省 再次恭喜杜怀胜 城市纪录部 永佳乐有限电视股份公司 去年等到今年终于拿到了这样子 那整部片子采访的过程 非常的辛苦这样子 我想先感谢那些接受我采访的人 我会把这个奖献给那些 愿意接受我采访的人 谢谢所有让我采访的人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我们谢谢恭喜得奖者 同时也谢谢我们颁奖的胡婉玲博士 谢谢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吉隆有线电视新闻部的主任张启腾 很感谢各位评审的一个支持 让我们吉隆新闻有机会再次拿到最佳地方新闻奖 那吉隆新闻本则就是以市民的呼吸为呼吸 这样的一个理念来制作新闻节目 那在这一次的这个有关基辅公路的一个议题 就是我们多年来持续关注的一个结果 那很感谢评审的一个帮忙 那也谢谢公司所长官的一个支持 让我们新闻部的同仁可以无后顾之忧的 做出最好的一个新闻 谢谢大家 我是这一次金市奖得到最佳采访奖的 永迦乐电视公司的杜怀胜 非常感谢这一次这个金市奖的评审们 那给我这个奖 那这个奖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当记者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那真的是采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那这一次也真的很感谢公司 尤其是我们的总经理王建文 总经理还有我们节目部的经理赖文经理 给我很大的支持这样子 那也感谢可能让我采访的每一位 每一位被我采访的对象这样子 非常感谢他们谢谢 刚刚讲到这个新闻主播啊 不仅要在主播台上面播报新闻 更要深入这个现场去播报新闻 及时的新闻 郭哥啊你身为模仿天王 是不是现场要来帮我们模仿一段 这样啊 各位喜欢棒球热爱棒球 没有棒球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甚至活不下去的棒球吃棒球狂 大家好大家好台卡好 我是棒球主播徐展元不是郭子权 这球打出去得飞得很高远 就像脱缰的野马 断了线的风筝 变了新的女朋友张泰山的头发 回不来了 这个slogan真的是非常的洗脑 这是许展元主播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颁发这个奖项 他们绝对比不过 因为我们要颁发的是 最佳地方新闻节目主播奖哦 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到去年 金氏奖最佳地方新闻主播 陈梦轩主播为我们颁发 最佳地方新闻节目主播奖 好的及美丽智慧余艺声的陈梦轩主播 去年以台中都会新闻拿下主播大奖 他的播报方式非常清新亲切 让观众印象深刻 今天很高兴哦 在去年得奖了之后 还有再机会再站上这个舞台 我觉得在每一个新闻节目里面 主播真是一个很好的引言人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故事的人 其实呢我觉得在各地方的系统台 新闻部真的都是卧虎藏龙 大家不要小看自己 而且是各有特色 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 这次的入围名单 一家地方新闻节目主播奖 入围的有 张耿明 新永安新闻 新永安有线电视股份有线公司 黄家慧 新竹新闻 北市有线电视股份有线公司 许家如 云林新闻网 嘉连有线电视股份有线公司 林嘉佩 大台中新闻 大屯有线电视股份有线公司 得奖的是新永安有线电视股份公司 张耿明 张主播 恭喜张耿明主播 台语流利顺畅 播报风格 亲切 口齿清晰 台风稳健 不及不徐 清楚的传递新闻内涵 成功呈现大台南在地新闻的多元性 再次恭喜张耿明主播 谢谢大家因为今天我是代表领奖 那我们新永安新闻一直以来就是秉持在地新闻 然后全程就是用台语来做整个播报 非常谢谢大家 也谢谢我们吴董事长 赖总经理 还有各位新闻 我们节目部的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 谢谢 好的 谢谢我们的颁奖人 陈孟轩主播 也恭喜得奖者 依佩啊 你以前是新闻主播 是 从主播台退下来之后呢 摇身一变就变成搞笑邪心 郭哥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我也是因为有主播的经历 然后有记者的经历 才能让我转艺人之后这么无往不利 对不对 漂亮 终于开窍了 不过接下来呢 要介绍的这位颁奖人呢 不仅受到年轻人的喜爱 更是观众心目中永远的主播 而且去年呢 以爸妈穷很大呢 夺下金钟奖综合节目主持人奖的宝座 让我们掌声欢迎 李士端先生为我们颁发 最佳公共论坛节目奖 李士端先生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 更是公共以及新闻类节目专业 形象深植人心 各位贵宾跟主持人大家好 我是李士端 我没有得过金氏奖 但是我担任过金氏奖的评审 然后我也两度有这个荣幸来担任颁奖 我颁的第一个奖是 最佳公共论坛节目奖 我想顾名思义这些节目 我就是能够代表汇聚地方最前线 第一线的名义 也能够弥补台湾很多社会 认为我们都是从台北看天下 台北看台湾的这个缺陷 我们去看看 在最佳公共论坛节目奖 今年金氏奖入围的有哪一些的优胜者 最佳公共论坛节目奖入围的有台南新生 乡亲踹贡新永安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现场港都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线上金平道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下一个云林 嘉联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新亮点 中投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得奖的是台南新生乡亲踹贡 新永安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议题多元包括了地方发展 青年未来社会生活等等 讨论深入浅出 主持人口齿清晰 对于各项议题掌握得宜 发挥了引导讨论的作用 恭喜 新永安有限电视 我们在这一次的公共论坛的部分 这一次其实我们非常特别是 不只在棚内进行 我们把所有镜头也是拉到外面 去做一个深入的采访 那结合网路可以进行 让我们的这个收视户 可以进行来问题 大家一起来讨论 那非常谢谢各位评审 给新永安这一个创新 能够得到一个回馈 谢谢 谢谢大家